大家我是Paul周五到周五英文一起讀 《斗争俱乐部》是我这辈子看过最好看的电影之一 所以它是我必推的十大好片其中一片 我会觉得你要是没看过是非常遗憾的 这辈子是有遗憾的 好看到我也买了他的原著小说 所以就在这里 OK Fire Club 作者是Chuck Palahniuk OK 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个电影或这本书 因为它的结局在中国被篡改了 篡改完了之后 作者也对他做了一点的回应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新闻最近才爆出来 这上礼拜的新闻 但反正新闻我们就看一下 那他怎么改的 我们就来看看中国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下面来 你看这个剧照 我觉得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电影 那这个剧照你一看 所有人都会知道 这就是剧里面的这个Tiler Durden 这Brad Pitt演的角色 那我剧透一下大概真的也无所谓啦 他剧里面的名字叫Tiler Durden 那他是一个 他是一个 他是不存在的 所以他的本体是爱德华诺顿演的 不知道为什么这篇报道里面 没有一张Edward Norton的照片 不知道这个人到底得罪好莱坞 得罪成什么样子 据我知道好像真的蛮多人不喜欢他的 那Brad Pitt则是没问题 那Brad Pitt是这个 这个里面的主角 他的多重人格障碍分裂出来的一个人 所以他是一个想象出来的 He is an imaginary character He is imagined OK By the main By the protagonist 所以 多重人格障碍 我们等一下会看到这个字 OK Dissociative Identity Disorder 分出来的一个角色 那他角色的他这个服装在剧里面就非常的鲜明 橘色的皮外套 你很少看到橘色的皮外套 超酷的 然后里面搭配花衬衫 All right 所以我们读几个这个段落来看一下 那他导演也是非常知名 大卫 David Fincher David Fincher's Fight Club has a peculiar twist in China 他这个剧 他这一片呢 在中国有一个 很特别的一个 twist twist 是扭 那一般来说我们讲的是那个剧情的扭曲 剧情的转折或之类的 或者我们有时候就叫plot twist 这个词还蛮常见的 plot是剧情 这个男主角竟然到 快要到后面的高潮的时候 才被人家知道他就是什么杀人凶手或之类的 plot twist 或者是一直以为是杀人凶手 后来之后不是plot twist anyway twist 那在中国有一个peculiar twist peculiar这个字我们特别说一下 特别这个字我们常看到special来说 对不对 可是peculiar 是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是奇怪的特别 怪怪的特别 所以他也是特别 可是他会有一点怪在里面 OK 那special就没有 那我们今天的launch special 你绝对不会用peculiar这个字来说 如果你用peculiar 可能你今天的launch special里面有装蟑螂或之类的吧 好anyway 所以peculiar twist in China 那所以这99年的brad pitt flick flick就也是电影的意思 movie flick 像女生喜欢看的我们叫chick flick which is based on american author chock pelernuk's popular novel of the same name 所以同样一本同名小说 他这本小说探讨的是explores the complicated relationship between american masculinity and corporate consumerism at the tail end of 20th century 好所以他探讨了这边写的我觉得蛮棒的 他探讨了一个很复杂的关系 between A and B 然后在什么时候跟什么地方 那between什么东西呢 复杂的关系 between美国的这种男性气概 男性雄风的一个概念 American masculinity 如果你对fight club没有人和真的没概念的话 他的剧情大概就是一堆男生 或者就是现代的现代生活的男人们 就在我们有智慧性手机之前的这个时代 可能工作累积很多压力 家庭累积很多压力 其实很多东西是气发不出来 或什么这些的 结果就有这么一个 一个神经病 然后疯狂的这个多重角色 多重人格障碍 等于是他在主导很多事 可是在他心里是两个人一起干这件事 那另外一个人是不存在的 那所有人只认识这个主角 那那可是他却以为 这些人认识的是那一个分身出来的人 我这样讲你有听懂吗 如果你别听懂 我很对不起你 但总之啊 他们就 他们就 办一个打架的一个俱乐部 那在那个fight club 就是俱乐部里面 你就可以挑人来打架 那打完之后就很爽 全部的这个气都释放出来 然后人就爽了 人就舒服了 所以这就 然后这里面就很阳刚 很雄风 American masculinity 好这样大家听懂 然后里面还有一个 一些很经典的台词 因为他们希望这个聚会 这个聚乐部是 小小的不要宣扬出去 可是怎么可能呢 大家觉得这很棒 就一个拉一个越来越多 但里面的那个 他的入会的规则 你要背得起来就是 第一个 The first rule of fight club is you don't talk about fight club 所以第一个 斗争俱乐部的规则就是 你不可以跟人家聊到斗争俱乐部 那你知道第二个规则是什么吗 第二个规则也是 第二个规则的 斗争俱乐部的第二个规则就是 你不可以talk about fight club 所以他把第二个规则 第二个规则写的一模一样 So the first rule of fight club is you don't talk about fight club The second rule of fight club is you don't talk about fight club Now okay Anyway 所以我们刚刚这句子还没讲完 所以一个很复杂的关系 跟between什么东西 美国的这个masculinity 以及corporate consumerism 企业方面的这种消化消费主义 消费主 因为那个主角本身是一个 很uptight的一个人 我们一边讲英文 他是一个很square的人 就老老实实的在一个保险公司里面工作 汽车 对应该是保险公司没错 excuse me 好 insurance claim的这个东西 所以他是很uptight很square 那生活非常稳定 然后他会尽量的去 他是一个高度被消费主义driven的一个人 IKEA出了什么东西 他一定要买到 他的整个衣着服装 他的衣柜里面的 他自己认为非常respectable的一个wardrope 但是他身体里面却住了另外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一个非常狂放不及的 然后觉得这一切都是狗屁的 觉得这个世界毁了 他还比较好一点点这样子 他说不定希望成为的是这个人 只是他自己也不知道 所以当这个人出来的时候 领导这一切的时候 他就被牵着鼻子走 然后总之他想要把他拉回来 所以电影最后的结局就是 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冲突 就是 好 我们先把他看下去 对不起刚刚这句还有一个没讲完的地方 所以at the tail end of the 20th century 所以这个片出现的时间就是 20世纪的尾巴的时候 所以tail这个字是尾巴应该没问题 at the tail end of something 这样就看懂了 所以当这个新闻出现的时候 美国的这些fans就 有点不太开心 所以fight club has a changed ending in China when news about this broke out American fans of the film were slightly taken aback Taken aback 我们有讲过这个 我都还记得 be taken aback 就是有点 OK 怎么会有点这样呢 Taken aback 这腾讯上的一个video 有reveal出一个 让人家没有预料到的一个新的epilogue 这个epilogue就结语 epilogue 你知道log什么 logue像dialogue就对白 epilogue是结语的意思 然后 official chinese release is 12 minutes shorter 所以 他的这个中国版的这个fight club呢 短了12分钟 alright 然后cut out后面的这个原本的ending 那for什么呢 就取代的是一个far tamer conclusion 所以他用一个比较tam一点的conclusion 来把电影做结尾 tam是什么东西啊 这个tam就是那个小王子跟狐狸之间的那个 他把它给寻扬还是训扬啊 寻扬啊 我的用那个microsoft打字出来是寻就是 所以比较tam一点点的 所以一个动物失去了野性 他就是被tam的这样子 所以这个conclusion比较tam 你大概懂意思啊 而且很有趣的是 这个conclusion跟他原本的书里的结局 反而还倒比较像 David Fincher的版本 我也是一样剧透给你听无所谓 总之他很讨厌 就这个作者 书的作者很堵栏的就是 我们活在这样的一个资本世界嘛 对不对 那每个人就是去累积你的社会信用制度啊 那些的 那不要讲社会信用制度 听得像中国的那个social credit 不是 我们每个人都有financial credit 对不对 你能不能借钱要看你信用好不好 那他觉得这一切都是捆绑人的一些无聊的概念 所以他想要这一切都没有掉 所以他电影的最后就是用了那个一大堆炸药 把很多很多的金融中心大楼都一个个炸爆 那最后的结局就是男主角牵着女主角的手 他们在其中弄高楼看着这一切发生 棒棒的一个个爆爆爆然后垮下来 非常的spectacular 而书的结局比较没有 书的结局就是这个人神经病被送去的精神病院 听起来真的是比较无聊 那中国改的版本也是一样 所以我们现在看下去 所以就原本的版本这里就结束了 OK这里就描述了一下下 我把它读一下还是 In Fight Club's Original Release Charismatic Anti-Capitalist Figure Tiler Durden 很酷所以他是很有魅力的Charismatic 而且是反资本主义的Anti-Capitalist Figure的一个这个角色 那我刚说了他的名字 Tiler Durden Brad Pitt演的 Works with the narrator 所以他跟这个旁白的这个人一起合作 他的名字 演员叫Edward Norton 刚刚我说过的 来组织了一个Titular Fight Club 这Titular就是有名无实的 其实因为他真的不是一个真的 什么登记有案的一个剧 所以他就有一个Titular的这个字的意思 我们这边有稍微写一下 他就是一个亚有名无实的 那where men get together and well Fight one another 男人聚集起来然后就打 你看这个剧照也是非常的很有历史性 很有纪念价值我觉得 聚在一起然后打 那个时候的Brad Pitt 哇你看这个身材真是帅爆了 OK那时候还很瘦而且 好再看一下 excuse me 那总之这个Titular后来呢就有点点疯狂的 然后以及就我刚刚说的 他这边他就 这个剧啊就累积到最后 culminate culminate就累积到高点的意思 这个字有点难 但我也把它打给给你看一下 culminate so这个movie culminates in Tyler's decision to bomb enormous skyscrapers 他的决定来炸这一些 很大的skyscraper 就你知道摩天大楼 那这些摩天大楼干嘛呢 hosting American's credit card data 他就后注了美国人的 这些信用卡的数据 炸爆了之后 大家就没有信用卡的数据了 没事start over 回到原始世界 最棒了这样 那在1992年就做得到 今时今日啊 什么blockchain这些的 早就可能就没有了 好anyway alright 所以后来narrator就了解了 tyler跟他是同一个人 so the narrator realizes that tyler and himself are one and the same 所以这里一个动词片语 不是动词片语 一个名词片语 one and the same the same是同样的 one就一个 所以当你跟他根本是同一个 而且是同样一个东西的时候 有一个片语就是one and the same one and the same 好 那这边刚讲的那个名词 他只是在体验着 这个dissociative identity disorder 刚刚说的多重人格障碍 所以主角就去试着来把他的炸弹给diffuse掉 所以diffuse就是把他那个引线剪断掉 这样子 但是后来他当然会阻止他 tiler会阻止他 那后来总之啊 这事情还是获得解决了 tiler死掉了 但总之炸弹还是爆了 所以这样就很酷 OK so the credit card building tumble 就垮下来 然后下面 中国怎么做结尾的呢 好 OK 所以这边 那我们再看一下来 我先 我大概先说一下 在narrator shoots himself effective 这边说了 我刚想跳过这段不讲 不过 不讲好像还是不行 就总之他怎么杀掉 tiler的 他拿了一个枪 然后轟自己的嘴巴 因为他知道他就是tiler 就棒一下tiler死掉 那他没死 这听起来也不太合理 反正电影就是这样演就是了 我觉得我今天做这一篇 真的我因为太fanboy了一点点 我讲的好像有点续乱 因为我心里面脑袋都是 这个电影的情节 所以请大家原谅我 不好意思 好 然后所以他们 中国的结局 the ending is then replaced with a mini epilogue explaining what happens next 所以 咖了12分钟 然后他用一个文字 一个mini的一个结语 来解释 接下来发生什么事 对 through the clue provided by Tyler 你看这里有个 夸号sic在里面 我们等一下回来解释它 the police rapidly figured out the whole plan and arrested all criminals successfully preventing the bomb from exploding 好 来 透过tyler提供的一些线索 警察很快就figure out 整个计划 然后逮捕了所有的criminal 然后成功的预防了炸弹的爆炸 所以中国怎么可能让社会 就是这个东西被炸爆呢 不可以 这样社会会乱的 right 那你看这个sic是什么 好 这个sic就是 我这里也稍微说一下 就是原文就是如此 什么意思 那下面有图片 你看这里有没有 through the clue provided by Tyler 可是你如果记得我刚刚前面讲的内容的话 就是主角不是tyler啊 right 主角不是tyler durden tyler durden是想象出来的人 主角是那一个 Edward Norton演的角色 但是很有趣的是 我们根本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从头到尾 主角是没有名字的人 我们只知道他的alter ego 是tyler durden而已 只知道这样子 所以 我们怎么能说 这些clues是被tyler提供的呢 这根本就是没有看过电影的人 才会写出这样的文字来大概是 那引用的人 所以你看这个报导引用了 刚刚那边的话 他就只好在这里补充一样 因为如果今天 你是一个像我这样的读者 你读到这里 你可能会觉得 你们这报导报的不对啊 你的名字怎么写说是tyler呢 这不是啊 因为不是tyler嘛 是那个不知名的主角嘛 那所以这个报导就为了免除这个责任 他就跟你说 这个tyler 我们知道是错的 可是人家原文就这样写啊 错是他犯的不是我们犯的 所以他才会在这里强调一下 用这个夸号下一个sic在里面 就是原文就是如此说的 所以你要认为他这个错的话 你去找他不要来找我啊 大家这样就懂了 OK 所以在他被逮捕 然后在罚这个上庭之后 tyler was sent to lunatic asylum 这lunatic asylum就是一样 他就是精神兵 我们有时候把他讲成mental asylum 可能会比较好 他用lunatic lunatic这个字基本上像在骂人一样 精神兵院 mental就不是在骂人 因为你有些mental issue 这不是骂人 但lunatic就是在骂人 所以一样他这里也强调了一下 这用了一个sic这边 你原文就是如此 不是我想要讲出lunatic asylum 叫冒犯人的话 听懂意思啊 然后接受的这个心理治疗这些的 然后2012年他就出狱了 不是出狱了 就离开那个hospital 好anyway 所以下面就来推特了一下 说这个人 然后作者怎么说 我们看看一下 所以Chuck Palahniuk weighs in 这个weigh in 我们好像之前也稍微有提过 虽然说weigh这个词 我们比较熟悉的可能是t结尾 这是名词的体重 可是我们如果只写weigh的话 它则是动词的用法 例如说我的体重是73公斤左右 I weigh 我的动词就是weigh 不加t 然后加一个73kg 这样懂的意思 我重7873公斤 I weigh73kg 所以weigh是重多少动词 可是我们在讲说 你要不要表达一下意见或之类的 就是weigh in So would you like to weigh in on this issue 你想不想来说一下你的意见 weigh in on this issue 在这个意见上 weigh in一下 你可能会想说 这个跟重量还是没关系 因为体重跟意见 你为什么不说 Would you like to opine on this issue opine也很好 opinion是我们知道的名词 那opine就是它的动词 就体育功应件出来 OK 体育功应件出来 我大概 我解释一下这个weigh in 为什么这里是OK的 其实weigh in 它的典故是 我相信 我没有找 但是我蛮笃定这件事情 在任何的那种格斗赛里面 有分体重量级的 那体重量级 有分类的话 你就需要来 在那个体重内 才能够跟这个人打 要是你超过那个体重 对不起你要move on到 你要改量级 对不对 假设我跟你只能在 68到73这个量级打 你的体重如果是74 那对不起 我们量级就不同了 所以在打前会有一个过程 就是过棒 那那个过棒就叫做weigh in 所以如果我今天问你 Would you like to weigh in on something 就是你要不要来过个棒 来确认你能够参加这个打斗 那你weigh in之后 可以了 那我们就来打吧 这样子 你就可以来参与讨论 这样子 So would you like to weigh in on this issue 我觉得这个解释还不错 OK 好 Weigh in 那所以这个是 Chuck Palahniuk的weigh in 那他就 当然取笑他一下 made fun of the change on his substack substack是一个 一个平台 我对他还不够了解 我会再去看一下 所以他在他的substack 提了一下他的意见 Surely after the censor ending went viral Tyler and the gang were all arrested He was tried and sentenced to a mental asylum How amazing I have no idea Justice always wins He quipped All right 所以这完全就是非常非常的 讽刺的一个评论 我觉得 Tyler跟他的整个帮派 跟那一帮人 全部都被逮捕了 他被tried 什么叫被tried He was tried 他被审判 OK 所以啊 你看我们知道trial 有常识的意思 可是你觉得他跟trial 长得像不像 很像吧 去Y加IA 对不对 所以trial就法庭的意思 也有像是实验室里面 做实验也可以是trial 像我们做临床 临床实验叫做clinical trial OK clinical trial 那把人放在法庭上trial 所以这个trial就是去 呃 就审问 开庭审问啊 什么审案子 这样子的概念 OK trial so he will be tried next week 这个意思就是 下个礼拜 他要出庭 他要开庭 这样子 OK 而他是被 他是要被审判的那个人 这样子 All right he will be tried next week so he was tried 然后被判了 判禁了这个mental asylum 所以sentence这个词 也是 一般来说是判罪 好 判罪 那mental asylum应该不是要去判罪进去的 那是有病才进去 所以用sentence这个动词 被动的用法 听起来都还是怪怪的 说实在 不过他在取消他 那就算了吧 所以真是amazing啊 公益 争议总是会获胜的 他就 开玩笑 quipped 这样 好 所以讲到这一代够了 我似乎讲的 这篇讲的有点点松散 不过 Again 因为自己本身是电影的粉丝 所以一边讲一边脑袋 都浮现出电影的画面来 所以但总之 讲是讲完了啦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我是Paul 我们明年见